顶着大太阳春伞搭乘这个特制的露天升降座椅上楼 海北市府邸花园大厦上百住户搭电梯 直线到二楼再改走楼梯进出一楼 住户们很无奈每天出门回家 无论刮风下雨都得两阶段是出入 更惨的是大厦红砖外观看起来很气派 触目所及都是违贱 他们要经营共享办公室 所以他们把整个外厂违规的拆掉 违规的拆掉之后挖了个洞进去 从地下室共享空间到一楼小木屋 二楼露台等这座大厦分ABC三栋 包括AB栋一楼173坪 二楼露台70坪 以及C栋顶楼的40坪 加起来283坪已经是超大违建 还想跟北市府申请改座旅馆 楼上是逃生避难平台 他以后抢当旅馆 那楼上的违建几乎都占满了 请问人到哪里去逃生 尤其大楼也没有灭火器 产权人更把通往C栋顶楼的门 用电子锁锁住 这些违建跟公安缺失从没被查报过 而建管处直到进来被检举 才只拆掉两个水塔违建 超大300平方公尺 这个标准也是存在 公共安全的部分 我们优先来处理 二三十年的大违建 明目张胆 就在眼前 是否还得回去再比对 住户的权益跟安全 又有谁能来保障 TVBS新闻全序10P 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